那我们待会的时间结构 今天确实因为时间有点感 所以我待会会先花10到15分钟左右的时间 先介绍一下目前在社会创新上面 因为我们推出了四年大概82亿的社会创新系统方案 所以我先把这个方案它的基本想法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在这个中间随时欢迎的上面问问题 那接下来可能会有20到30分钟左右 就是完全是Q&A的时间 那如果中间就已经有食物或者饮料来不用管我 就吃这样子 那已经有朋友们开始问说台湾的人工智慧发展 有什么强项有什么弱点了 那像这样子我们就非常棒 因为就可以直接把它就是highlight起来 然后就可以直接开网页 因为我们现在在国外就是谈这种跨国的合作 我们有一系列的新的网站 网址都是什么.taiwan.gov.tw 像我们的台湾AI计划就是 ai.taivan.gov.taiwan 那这个跟之前政府比较不一样 因为以前如果你Google随便一个跨幅会的大计划 它通常就是分散在三四个幅会 然后有的有英文有的有中文 然后事实上是感觉是非常fragmented 然后地方政府可能也有它自己的网站 那我们现在是用单一的网语 taiwan.gov.tw 去让所有的不同的部会 跟地方政府相关的资讯 全部都可以集成在同样一个地方 当然技术上这个非常非常简单 但是就是说它在外面的看起来 那个概念上面 它就是一个单一的网站 所以我们有ai.taivan.gov.tw 然后有smart taiwan 然后有ci taiwan ci taiwan 也是可能各位有参加 或者至少贡献到的 就是我们的民生公共无联网 那它也是有自己的一个专门的网址 它没有特别去分哪些是科技部 哪些是环保署什么之类的 所有这些东西 大概都在这个一站式的整合网站上 那同样的今天所讲的社会创新 也是有个单一网子 叫做SI 跟各位的这个联盟的名字一样 那这里的SI是social innovation的意思 就是social innovation.taiwan.gov.t 到底是我们给各国的朋友去看 我们关于social innovation相关 特别是跟联合国有去发展目标的扣合 这个部分 那也是我们一站式的这个网页 所以这位朋友问到ai 所以我待会可能就从ai开始讲 好 那我们先来讲social innovation 这个就是刚才老师有提到的 我的空总的办公室 其实我每个礼拜三是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 都在这个地方 所以 下一个小时 对 那下午是可以预约啦 预定的时段 当时刚开幕的时候 那个赖青的仪式赖院长 他就是一看就说 这个跟门诊表很像 因为下午是预约 上午是这个排队 CIC证 然后晚上是那个社群时段 好像个案研讨之类的 跟他们当医生的非常像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大家实际去会看到的样子 那像这个足球场就是由写寒儿画出来的 那画出来之后再由一个叫点点山的社会企业帮他把它具显化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写寒儿其实他看世界的方式跟我们不一样 他反而很有艺术天分 这个就是要我画我其实画不出来 所以他就是把各种各样子的就是大家本来以为是弱势的朋友集中在这边 然后去做各种各样子的新的尝试 让大家对他有一种新的影响 那这个空间目前开了大概一年 那礼拜三当然我都在 礼拜二所有是通常双周二吧 就是所有12个相关的部位的人都在这边 那每天开到半夜11点 然后有厨房 然后有专属的厨师之类的 所以总是是一个很适合共同创作的地方 那任何团体只要说出就是他对永续发展有什么贡献 就可以免费使用这样子的一个场地 那这个场地里面我们做非常多的社会创新实验 那因为有朋友问到AI 我就特别讲一个AI的案子 这个是MIT Media Lab跟北特达 大概五个月前吧 在我们社创中心 run的一个叫做City Mobility Hackathon 那他们就是从MIT运了一堆自驾的三轮车过来 那这些自驾三轮车 虽然同样地说跑得快 但是市场跑得很慢 意思就是说你撞到人 撞到Building 大概都不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事实上它是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 让大家习惯去跟这些有点像新物种的这样子的东西相处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我们以前如果是从报纸上面看到无人车 看到的如果不是发生什么疑问 就是有什么这个很大的投资 或什么 可是大家对于无人车三个字 其实并没有第一手的经验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AI它的policy是很难形成的 但是我们透过不断地跟AI上次的互动 而且它解决实际的社会需求 像大家可能逛经过花式 就一面买一盆一盆花马 然后买到一个程度就会很重 然后你就不想逛了 就是可能很多时候逛不到运势 就已经很累了 那这个时候这些车子它可以在旁边 你买一买就往上面丢 然后到最后你就坐上去 它又送你回家 然后它又开走了 那像这个就是当时黑客 送大家提出的一个scenario 那或者是说像在就是台北附近 就是来的观光客 那它可以一面坐上去导览 那上面的就是AI一面跟它进行 互动式的就是观光导览的服务等等 那这些的好处就是说 因为MIT 它给出这个的时候 它是Open Source Open Data 又是Open Hardware 用的是非常便宜的LiDAR跟TEN 所以就是任何学生 他都可以自己去改装 他比方说他不来是用一个灯号 来判断他目前的情绪状态 就是他卡住不能动了 他能不能判断这个情况 这有点像红绿灯 但是也朋友如果想把它改成 可能一只猫脸 一只狗脸 什么之类的 他不需要问过原厂 他可以直接去用Open Source的方法 去进行改装 那这样子的话就让大家在人工智慧 可以踏入这个实际应用之前 等于就有一个安全的空间去 让大家觉得说 就像我们当时就是80年代 这对Personal Computing 这个概念一样 在此之前都是Terminal 你连到一个大机器 那个大机器决定你能做什么 可是PC的意思就是说 它是你自己的 那你可以就是高兴用D-Base 就用D-Base 高兴用这个Lotus 就是它是由使用者自己来做决定 那所以同样的Personal Computing 我们也把这个概念运用在AI上 也就是说大家可以自己来决定说 AI要做什么 而不是好像它只能 好像放在云端 然后它只能Subscribe 然后也没有办法知道它 到底为什么 怎么样运作等等 所以是透过这样子一种 比较Demokratizing AI的方式 让大家来 对AI有一个第一手的印象之后 我们就可以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上个世界 就是每次出现这种新的科技 怎么样的时候呢 可能关心这个经济发展的朋友们 可能找经济部 关心环境的可能找环保树 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但是总是就是 我们在政府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部会 那立法院有不同的委员会等等 所以不同的团体 它就是用工部门来当一个组织的 这样子一个function 那在这个中间就是大家平常看不到的 我们的就是专业的文官们 那就是中间那个绳子啊 所以每次都是压力非常的大 然后想要在这个组织好的利益关系的中间 去找一个仲裁的这个点 这一块通常外面是看不见的 那但是呢 这个治理方法 其实当我们所谓的就是社会创新变成是 任何人都可以提出一个想法 取一个hashtag 然后在社群网站上 就突然揪了十万个人的这个时候 其实就很难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 因为第一个 大家根本不需要我们来组织 大家自己用social web 一下子就组织起来 那第二个是说 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我们没有办法冒出一个新的东西 就生出一个新的委员会 或者新的部会来处理这件事情 所以呢 如果用本来这种 就是先组织在仲裁的模式 这方面是非常非常疲于奔命的 所以我们这两年 透过这会创新情统发展的失败 我们在做的就是一个新的 我们叫做协奏实质的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的一个模式 大家如果有参加过 Internet的标准制定的话 可以了解到说 Internet其实是没有害群 也没有陆群的一个东西 但是为什么IETF Internet Society ICANN所有这些 竟然还可以说服各国 在一个相对平衡的情况下 好像外交人员 这样子来弹出一个 对大家最不满意单可接受 专门的词叫rough consensus 就是粗略的公式呢 那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并不是觉得说 我一定要组织大家或者仲裁 而是说我创在一个空间 我不断问两个问题 一个是说大家的立场不同 那有没有一些共同的价值 那如果有一些共同价值 有没有一些innovation 可以去透过这个价值 去把问题解决掉 或者是至少是让每一个人 都可以比以前不要就是更糟糕 那这个创新呢大概十有八九 是会破坏法规的 因为如果法规可以的话 其实早就解决了 但是呢通常就是说 本来旧的法规 没有预料到这些事情 不管是AI 或者是就是AI banking AI mobility 这些东西的出现 所以你也不能怪当时一些法规的 因为它30年前 可能不早有这样的东西出现 但是呢 我们如果为了一家这个厂商 现在就说 那我要做一个破坏法规的行为 那常常公共物人员 就中间那个省 则会觉得说这样真的可以吗 没有图例的问题吗 所以我们现在就设计出一个 帮大家所有人这个减少风险 但是又可以分摊这个cost 然后又可以share credit的 两个方式叫做sandbox 那这个也是一个一站式的网站 就是sandbox.org.tw 任何人觉得有任何地方 政府的资质条例 或者是法规命令 或甚至法律挡到路了 或者是你不确定 这个东西要怎么apply 那这边就会有中期处 即将要变成中后阶级新创署 的一群朋友们来做分案的动作 那这个分案呢 它就会把它放到我们 非常非常多的沙盒 其实也不止这三个 好比像说NCC 也有实验性平铺啊等等 总之就是说 我们说服立法院 去开一些空间出来 一月的时候开的是 platform economy 那个就是好比像说 你有一个私人的车位 然后你想要提供 别人停车服务 但是你只有上班的时候 那八小时offer 出来 那这个时候财神部说 你要变成停车场 然后你要这个 收额外的税啊等等 那这个其实是 不是很公平的 所以这种平台经济 我们就透过一种 呃就是国法会的 平台经济法会 调试的方法去算说 到底什么样情况下 这不算经营停车场 那所以税法啊 消防安全什么东西 都可以inside relax 因为你只是把你的 停车会分享出来而已 那到四月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就是今晚会通过了 fintech sandbox 就是任何即使是 违反目前的 像说风险管理的 那个条款 那我们知道 中华电信跟凯基 有一个合作 就是说 你不用办双证件去开户 因为当时在拿这个 SIM卡的时候 已经用过双证件 KYC已经完成了 所以可以线上开户 那线上开完户之后 到底怎么收信呢 很多人他并没有信用纪录 在连针是空的 可是在这边有交电 就是电话费 电信费的纪录 所以他们用这个 去算出那个收信额度 那这个完全破坏掉 就是今晚会目前的 算Risk的那个算法 但是这个就是说 那我们就违法个一年看看 然后让大家知道说 新的这个版本的法律 这种已经是 把本来那个成文法 就是Tax-based law 你已经用演算法 就是Code-based law 去加以这个补强吧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只要他不会被滥用 就是四千个案例里面 不要有五个人被冒名顶替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个东西如果实验成功 它就会变成文法会的一部分 那年底 目前已经排案了 已经排到委员会了 就是无人在居的杀盒 那同样的道理也是说 所有这些陆海空的AI的部分 都可以去再解决 实际社会问题的情况之下 那因为我们有一个特色 在其他的国家 大概都是他们的交通部来收单 那所以他们对陆海空 因为是不同的 像民航局啊 等等管理单位 所以就要分开测试 但是呢 这个我们想说 也很好的主力 就是用经济部技术出去收单 在他们看起来 都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说你就可以这个 开一开飞起来的东西啊 或者是在海里 开一开上路的东西啊 就是完全没有分别 就是说你只要经济部收单 他觉得 哎 有这个实证的可能性 而且甚至连 business model 都可以在里面去做实证 所以等于你有一年的 de facto monopoly 就是在这边 事实上 就只有你一家可以营运 但是当然地方政府也要觉得说 你真的解决 像偏向运输 无人机载货 等等的问题 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等于大家都第一手的了解到 AI到底长什么样子 然后一起去决定说 这到底是一件好事 还是一件坏事 那如果大家觉得说 要扩大测试范围 或者是要扩大测试人数的话 那它最多可以延长到两年 那两年之后 我们就会做一个决定 如果这个决定是说 哎 这对社会是有益的 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是法规命令 它就会马上调整 如果需要立法院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 行政院请立法院马上调整 所以他们最多可以花到 四年的时间来讨论这件事情 但是在这个中间 这个实验是继续营运的 等于是你还是de facto monopoly 在这个过程里面 那等立法院决定之后 当然就会开始有竞争者 然后就会有一个新的行业出现 所以我们AI融入生活 不管是透过mobility 透过5G的实验评 透过各种各样的杀合 大概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让大家可以先把这个创新 证明给整个社会看 而不是要立法院去管一些 他们自己从来没有 提供经验的东西 这也不是很公平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 协同实质的一个 最基本的这个做法 那当然就是说 我在礼拜三在空总 这样子设定office hour之后 我就注意到说 会来的朋友大概都是 不是住在台北双北的 就是住在那个高铁站旁边的 意思就是说 在台湾这个 这个还是有一些数量漏差 然后事实上 它是完全几乎被高铁所决定的 当然我们最近也听到 院长说他有在想要不要 就有一个环岛的这个铁路网 那那个如果有的话 那确实是可以解决 相当大一部分的问题 那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实际情况 就是说高铁它的coverage 还是只有一侧嘛 那所以我现在的做法就是说 那对于另外一侧 比方说这是在花莲 或者这是在台东 我就是实际我过去 而不是请他们过来 因为他们搭了几个小时的普悠 只有40分钟的时间 其实往往没有办法 很完整的去讲说 为什么我们这个地方 需要哪一种社会创新 来解决我们这边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过去 甚至常常住一天的话 我比较能够让在地的朋友们 了解到说 我知道你们已经有一个社群 这个社群碰到实际的困难 在以前可能在三四个普悟之间 球丢来丢去已经非常多年了 但是当他们实际提出来 然后他们有一个协会 这个协会就是想要成立一个控股公司 以前都是公司控股NPO 现在是NPO想要设立一个符合他们使命的子公司 那这个其实法律上从来没有说不行 但是它的主管机关因为分成三个 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行 所以这个情况就是非常 就是旷日费事 那我们的做法非常简单 就是他们提出来的时候 这个use case分享的时候 虽然我在这边主持 但是呢 所有在社会创新相关的十二个部会 都是在空中 直接透过荧幕去听大家的故事 那如果你是用公文 去点某一个部会A的话 他一定马上就回闻说 那是部会B的事情 我们要等他决定 可是因为部会ABC都在这边 而且旁边还有九个不同的部会 在看着他们 所以他们要退避就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所以通常我们就是 事先让他们知道这个题目 那他们会交投接耳 讨论一阵子之后 就会想出一个方法来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 不断去做协调 那也很快的就把一些 就是纠缠了很久的 就是实际上法律并没有不允许 只是没有人要来担这个责任的问题 去做了就是这样子的课责的机制 那这里面我想有两个重点 一个是说这所有的讨论都是公开的 全部都公开在我们网上 所以就没有图例特定人的这个问题 因为这是为了大家的公益 那第二个是说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他们有credit 因为大家就可以看到 事务官是多么专业 他们是联名待姓的 是呈现在逐字稿上面 那里面如果真的有发生问题的话 反正我们是一个杀核实验的精神 有问题都可以怪我 都是我的问题 所以就是说有人帮忙吸收风险 那credit又可以分担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巡回全台湾 然后去实际 去看当地的社会的需求 然后去引进所谓的社会创新 那当然就是从那个空总的三轮车到实际上面 就是无人载货在天上飞 中间可能还有一个midpoint 那这个midpoint就是年底 就会开始营运了沙伦 智慧灵能科学症 那在这里面其实就有点像是动物园一样 刚好它也离高天很近 所以任何人去了 你就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新的AI物种 不管是无人车无人载具 还是什么别的东西 在各种不同的simulation 就是测试的状况 路面上很多摩托车的状况 马祖绕境的状况 或是各种各样的状况 你就可以看到他们是怎么样子互动 那台湾也会有个行控中心 让大家能够已经很习惯 它的这种封闭场域的概念之后 大家讨论完之后 然后再回到这个开放场域来 去进行进一步的社会创新 好 所以以上大概是先讲到这里 然后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问的 有一个问题想 是说想要问 对台湾资安产业的一个建议 台湾的资安产业 我想是从明年1月开始 可能大家都知道会有一个经费上面一个boost 因为所有的政府的大型的专案 都有5%要放在资安上 那中型的要有6% 小型的要有7%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其实这个概念是我从一进行政院 我自己了 至少我们办公室 我们用的系统就已经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架了一个叫做Sandstorm的系统 那这个是我们的intranet 那它并不是只有我办公室可以用 任何人有公务人员的账号都可以去使用 那Sandstorm这个里面就是有我们所有常用的这些productivity tool 就包含聊天啊 file storage啊 test management啊 这个共笔啊 等等 那这些的好处就是它完全是open source的 所以其实并没有 就是资安上面的顾虑 好像是说你的audit完了之后 厂商可能还会去改 那所以像我们所有的整个办公室 就是我所有办公室的同任 目前正在做什么 在做什么project等等 我们带来围行来就是看盘啊 就是去看所有人正在做什么事情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第一个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 那第二个它养成我们同任一个working out loud的习惯 就是工作随时都不怕大家看到我们的工作 那我觉得这个在公部门里面 我们要所谓的跨界的这个治理啊 就是去把什么无常效应破除啊 讲这一回事 那除非我自己真的每天都是这样子在做 那其实是很难去达到一个示范的效果 那所以但是这个东西呢 其实里面有非常多 就是还没有决定的阶段的讨论的东西 所以如果真的被这个就是黑帽嗨客怎么样了的话 其实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我们在实际roll out之前 从我一进院里来 大概就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不但跟季服合作 然后也跟民间的治安的高手合作 我记得当时是一场DevCore 就是他们就是因为其中有一个朋友赢了那个DevCon 世界第二名嘛 然后还有总统召见的那些朋友们 那那些朋友们其实就真的很厉害 因为这是open source 所以他们是一行一行的去看 然后也开了三个ZBE 就是也有勋章啦 那但是呢就是说他们最后的这个 conclusion就是说在一个whitebox audit之后 那他们也做了深厚测试 他们觉得这真的是相当好的一个自然的低层系统 在上面不管自己写什么系统 大概都不会有自然上的问题 所以我们才开放给所有公务员自己来写系统 包含一起订便当啊或者一起旅游啊等等的东西 都有很多公务员在这个上面自己去开放 所以我们现在的做法其实是把我刚刚讲这个精神去放大 就是确保白毛鸭客他不但是有recognition 就是他可以跟政委或跟总统或怎么样建立良好的这个社群上的关系 那我也会去他们的活动 他不像说想去看去站台嘛 或者是去做一些promotion 那第二个是说他们随时觉得说 哎我这样子的一起出来的东西 我未来都有案子可以接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会觉得说 哎他就是在the light side就是当好人当白帽的这样子的 不管是名啊利啊或者个人成就感啊等等上面这个这个 forcurement会比他跑去就是就是黑暗那边要来的好 所以我想这是蛮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不能只是靠着 payment 当然这是非常重要 forcurement 这个是先确定 但是同时你要让他们觉得说哎这个是有意义的 而且我们的创新里面也有足够多的open innovation 的部分 让他也可以拿回去在他的别的业务上面去做 等于不会是specific to government 而是说这个东西是他在跨国的 或者其他的跨系统的整个上面也是有用的一条产品线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open innovation 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嘛 那有优佩奥问说哎请问人工智慧是不是有可能造成不可预期的灾难啊 当然会啊那所以这个就是sandbox 的意思 sandbox 的意思就是说沙盒它是外面有一个boundary 就是说哎我最多实验场域就这么大封闭式实验场域然后沙拉伦最多就这么大 那即使是开放式的它也会有一个risk的上限 那这就有点像我们在测试无人机的时候为什么算250公克 那因为250公克再可以飞的那个最高的高度掉下来刚好打不死人 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些都是事前算过的这个risk factor 然后在这个risk factor里面让它又可以造成不可预期的灾难的这个空间 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去看到不可预期的灾难到底是什么样子 但它又不要真的摧毁这个信心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难拿捏的 那我们就透过不断的对个案的讨论去establish 这样子一个boundary去说哎那当你出现灾难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哎这个是学习的一部分这个是实验的一部分 而不会让大家对这个人工智慧这几个字失去掉信心 所以就是刚刚sandbox我们都有一个逐步扩大的这样子一个概念 那这个逐步扩大概念是蛮重要的 我们希望fail fast就是任何不可预期的灾难出现的时候 它都是在前期就发生了 它不要到很后面我们已经全部roll out才发生 那这个我想也是大家可以帮忙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尽可能的就是在还在sandbox 就像这些白帽骸客用各种方式来打我们 当时刚架起来sandbox sandstorm系统一样 因为他们早期打好我们修好总比 你deploy出去两年之后再被一些连帽骸客发现要来打好 所以一个不断持续测试的这样子一种精神我想是蛮重要的 有一个朋友问说那sieh要怎么跟social innovation相结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我们目前在推广的一个方式是这样子的 这边可能有一些朋友知道说就是所谓的社会创新 在台湾有一个还算经典的一个案例就是空气盒子 空气盒子应该有朋友有听过 对那空气盒子其实是它也是open source也是open data也是open hardware 有好几家不同的vendor都在做这样子的PM2.5的微型感测器 一台好像三千块左右吧没有记错了 那这些有一些这个其实是有点台湾数位落差地图 就是说在各个学校这个大家只要愿意他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特别的wifi把它作为环境教育的工具 也有很多朋友们在自己家阳台等等去布这样子的PM2.5 以及其他空气品质的感测器我们现在已经超过两千个点 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说其实大家会觉得环保署的测战体我们有点远 那但是我们想要知道实际住的地方的空气品质 所以虽然这个跟环保署的可能有一点就是品质上环保署的品质还是比较好 但是呢这样子一种大家都可以布的测战可以让它布到last month 可以布到最后一里让大家知道什么 那在我的这个小区域所谓的围棄后啊大概是什么样子 那这个其实我们在全亚洲是非常少见的 因为大部分的亚洲国家都是就是强权政治啊 他们会觉得说民间这样子自发组织的东西 会威胁到环保署的公信力 因为自己测出来总是比较相信嘛 不管是不是比较准 那所以呢很多这个国际上朋友都跟我说不要等两千人啊 大概二十年我们就插他水表了啊 不会让他涨到两千人 那在台湾我们是言论自由是核心价值 集会自由是核心价值 我们不是拿它去换什么 这个东西就是台湾的identity 所以呢政府对这样子的社群是抱持着打不过就加入这样一个态度 所谓打不过就加入就是要靠各位SI 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 好比这样说推荐他们更好的这个可能工业院或其他朋友们研发出来的感测器 让精确度能够加广就是加深也可以量更多东西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透过迈塞的力量 在一些民间根本就步不到的地方去步感测站 那环保守当然对这些白的地方有些想法 那像我们现在也想要在他地方这个地方步感测站 那这个东西当然不是民间社群可以加的到的地方 但是因为我们要加离岸风机嘛 所以离岸风机上面就是放一个感测器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实在是像拼拼土一样去把这样子一个民间已经有的开放式创新系统加一加强 而不是说好像我们一定要全部收编过来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在这些全部都在GitHub上的这个情况 根本不需要我们特别去推销国外的NGO 国外的公民社会团体 他自己在GitHub上看到自己就做了 做了之后他也加入台湾所发起的这样子一个LUST的这样一个社群里面 所以忽然之间我们就变成在区域上面是有贡献的 就是也呼应最近我们现在也是已开发国家嘛 就是说我们是要解决区域的环境跟社会问题 那政府在里面角色其实就是很大方的说好啊 那我们就提供国防中心 我们就提供一个政府所就是买的一大堆GPU 然后去让大家能够一次的把各个不同来源的 不管是空气品质水支援防救灾或地震资料去进行一个综合分析 因为以前大家常常听到很多政治上一些口水 就是说可能两方不同的老师对空气有不同的预测的方式 那到最后有一个比较准一点 可是我们永远不知道是因为它的资料比较好 因为两边都没有公开 所以我们事实上根本就是完全不知道 那现在至少就是我们有个data aggregation 所有的资料都是同样一个 那大家只要把model上载上来 放在一个container之类的 就可以运用这些GPU跟CPU 去做就是in-place的这样子一个computing 那至少因为它资料都一样了 那model这就可以彼此切做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很重要就是说 你怎么样把这样子算出来的东西 让大家能够看得懂 不管是透过视觉化 互动式或各种各样游戏化的方法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都在做这种资料应用竞赛 首奖好像三百万吧 就是以黑客送来讲算是钱还蛮多的 那这样子就是希望说 今年是先从台湾的 但是未来可能国际上的朋友 都可以运用这些已经放好的 这些CI的这些资源 然后去进一步的去加深大家在事实基础上面 去进行讨论的这样子的互动 也包含即时的仿旧载应用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CI它不只是COIoT的意思 也是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就是群众智慧的意思 那这个也是 就是各位可以帮忙想一想 就是说我们现在有这么多 已经汇流的这些资料 那都没有各自问题 因为一条河不会说 不要来量我的水平值嘛 所以这些是我们最没有各自问题的一批资料 那它是全部集成 那全部都用国际上SensorThings API的方式去开放 所以在这边写出来的东西 其实它也有国际上的应用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也是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帮忙想一想的部分 那所以我们在国际上面 通常在做SI的时候 我们在强调就是说 我们在做联合不容许发展目标 这个是2015年 他们问了全世界的一两百万人 说2030年 大家想要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社会 所以就放了几百万盏的天灯 那他们联合国花了非常久的时间 把这些天灯聚集成169项的具体目标 就是到2030年的时候 世界就要怎么样 那分成17个主题 那但是我们做就是自通讯科技的 比较可贵的地方就是说 我们其实在做的题目都是第17题 意思是说 我们是insure 说大家不管在做经济 做环境 做社会的永续 它是彼此加强 而不是彼此抵消的 所以大家如果去globagoes.org去看的话 那我们现在特别强调 台湾can help 台湾暖实力的这种外交方式 其实就跟以前相当的不同 所以说我们这边在强调就是说 我们有相当好的技术 能够去enhanced the beauty of reliable data 像民间的空气盒子 在写进我们民生公共互联网以前 是线上区块链的 所以就是说 如果选前被我们篡改的资料的话 所有的都会发现 当然国防中心本来就不会篡改资料 但是无论如何 这是有一些很便宜的方法去提 提升这个资料本身的可信度跟责心 就是17.18 那17.17 就刚刚讲的公理部门之间互相合作 好比像说 通常我在国际上讲 就是说我们 大家可能有听过 总统杯社会创新黑客松 是我们今年开的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外挂活动 那这个外挂活动就是由总统府来当做PM 那在这个情况下 理论上就是 并没有什么提案是调不到资料的 因为总统府是你的PM 但是当时有104 还有105队报名 那我们是开放所有大众报名 但是我们很有意思 因为那一场呢 其实它是没有奖金的 那它的前五名的奖品 除了那个奖杯之外 就是我们Promise说 总统府会follow up 然后呢我们会让他们这些想法 在下一个年度里面变成公务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它是可以merge回来 不是只要一次性的这种比赛啊 进途啊等等 所以这个就是effective partnership 因为你只要一提出来 你就可以进入公务活动 但是因为这样我们就看到 很多号称民间提案 看起来就很像科长写出来的东西 所以就是说这个科长 他可能在抽屉里面 这个案子已经放了两年或三年了 可是经费不足啊 长官抑制不足啊 跨部门协调有问题啊 一直要不到资料啊 API开不起来啊 不管为什么啦 但是呢总是他可能就跟这个SIM合作 就说那民间的厂商帮忙提 然后这位科长就说本科 这个就是乐于配合 那这样子的好处就说 就是如果最后没有做出来 那对他没有风险嘛 那最后如果做出来的 那他的公务生涯就因此变得比较顺利 他就不用手动提一大堆东西 所以这样子的形状的东西 在我们中美社会创新黑客中 不但很常见 而且最后赢的那不对 大家如果去看的话 其实大概都是这个形状 那里面就有一个 是我们可以拿来外交的 就是17.6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是当时台湾自来水公司 他们捐出了他们的水压 水流量 SCADA的这些即时的资料 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说漏水的侦测 他们现在是靠师傅 然后要一年半环绕台湾 才听得到现在漏水一点 但是他们希望透过 Machine Learning的方式 能够去把最可能漏水的地方 先找出来 师傅先去提 那听了之后 瞬间就可以解决漏水问题 那他们把这个就是Round Trip 减到以前的十分之一 那就是靠就是民间 所有这些愿意参加 做AI的这些朋友去补墙 本来台湾正在研发的 这样一个AI技术 那这个因为是Open Innovation 就是它中间采用的标准 采用的TechStack 所有这些东西 大概都是以Open Source居多 所以呢 这个就很容易输出 那我们让它就是用SDG 用那个永续发展目标 去说我是解决水 资源问题解决 切后变迁问题的时候 纽西兰政府就看到了 因为他们本来不缺水 但是切后变迁 所以他们开始缺水 所以他们的选择 就是要码变以色列 买非常贵的这个解决方案 而且那个以色列公司 自己还不管水管 所以所有的Adaptation 他们都要自己做 或者他们可以邀 我们总统非社会中心 黑客中的这个得奖团队 直接去Wellington 所以他们实际上 现在还在Wellington 就是在那边去跟他们的水公司 去进行协作 那这个就跟我们一般 原外的思维不太一样 我们一般原外 如果是邦交国的话 常常都是发展中的一些地方 但是纽西兰跟我们是平起平坐的 他们只是碰到问题 跟我们碰到问题一样 所以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 来彼此互相整合 那我们去也不是完全是佛心来着 也是接下来也是有生意可以做的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去找一些新的题目 这些题目我们已经解决得很好 我们刚刚开始解决 但是我们是透过Open Innovation的方式 不怕让大家知道 我们怎么样解决这些题目 然后透过永续发展目标 为我们做的不管是CSRBDSI等等 这些工作去做编号 那这些编号之后 国际上的朋友们 就可以一次发现这些题目 所以像我们现在常常 会refer大家的就是 好比像说 联合国当然有他自己的SDG Explorer 可以像各位可能有听过一个组织 叫做GSMA 就是GSM的那个GSMA 那他们现在也不断的把所有 他们正在做的Mobile的专案 到底解决了哪些社会问题 用这十七种颜色在整个地图上面去做显示 所以当我们越多的专案加入 像GSM这种就是体系之后 我们就很容易去找到国外的正在解同一个题目 不管是所谓影响体投资 或者是所谓的Venture Philanthropy的这些朋友 好我们大概还有六分钟 有一位朋友问说 请问这个对于网路上 那我自己是不用这三个字 原因是因为这个 他有三种不同的定义 我爸妈都是新闻工作 然后那所以假新闻他有三种的意思 一种是说他是新闻工作者做出来的 可是他就是不小心这个没有做好他的事实查核 所以爆出来的东西可能是不尽如实的 这种misinformation 可是他还是新闻工作者 那另外一种就是他根本不是新闻工作者 他就是蓄意装成新闻工作者的样子 那这个叫disinformation 就是蓄意去散播一些就是错假的一些讯息 那当然呢我本来以为只有这两种定义 后来我去跟那个柯文哲市长这个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说他觉得这两个都就是还好而已 他觉得真正的假新闻是就是记者辛辛苦苦写的一篇报导 报导也是真的 但是编辑给他下一个错的标题 来骗这个骗年纪令 对 就是你给下去才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 他编辑下了这个东西就一篇概全 他觉得那个才叫假新闻 所以就是说 因为这个这个字已经快要丧失意义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很难去用这样的词 所以我们现在在行政院里面都是说争议讯息 就是目前正在在就是社会上面有争议的讯息 但是我们也不排除就是说有些人在就是故意的去散发这种错假的这些消息 所以就是说不管是missinformation还是disinformation也好 我们目前的处理方法大概分成两个阶段 一个阶段是由行政院的新传出 去及时的看到目前在上面到底正在这个spread哪些东西 然后呢每个部会目前在一个news cycle 就是通常7点钟看到12点就会澄清了 平均大概五个小时左右就会去及时的透过这样子一个 就是及时前呈现的这个专栏 但是当然就是说这个虽然说我们可以说 所有的媒体他在报的时候 然后你到五间新闻的时候 如果我们已经po上去了的话 那你不能假装我们没有po上去 你还是要做某种平衡 那这个是做得到 但是呢如果是在line群组的话 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碰得到的地方 因为如果你是在一般的social media 或者是公开网站或什么 那个还google的到嘛 我们还可以用各种方案来处理 可是如果是在line的话 line是我们都知道它是号称点对点加密啊 除了贴图啊 line知道大家担忧的贴图是什么 因为那个没有点对点加密 但是文字的部分是没有点 其实是他们伺服器上也没有 所以你如果要去问他的话 那其实他也是说 我也不知道在上面传什么啊这样 那所以呢这个我们就跟社群的朋友们呢 有这样子一种关系 就是说我们不是出钱也不是出人 但是我们尽可能出快速澄清的这个东西 然后呢那有G0B社群的朋友 当然还有就是台湾视察和中心啊等等 那完全没有什么性别歧视 那你每次refresh的时候 那个人称会坏一下 好 那所以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专案叫做真的假的 就是cofax 那这个就是一个line的机器人 那你只要把它加到line的好友 那之后呢 当你看到一个讯息的时候 你就会仰成一个反射动作 就是问说真的假的 那这个时候这个机器人 他就会直接回应说 在大家的这个群众视察之下 到底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还是是个人意见跟真假的 还是没有什么关系 那这样子我们才能真的碰到 实际上谣言的那个last smile 但是又不需要让政府的这个手 去伸进line里面 因为这个是社群自己去做的 这样一个澄清的工作 所以这个也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而且这里面有很多这个AI的部分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这个是蛮值得加入一个社群 可以看到他们澄清的速度是非常的快 然后目前所有东西都这个澄清了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整个澄清的记录 然后即使现在在选举 其实当然我们看到有一些选举相关的 但是呢还是有非常多 这个就是什么跟什么一起吃会怎么样啊 或者是什么跟什么不要一起吃啊 或者是什么之类之类这些东西 那我就不特别在这边去分享 因为实际上这个看太久了会精神污染 但是就是 那目前大概三千多个不同的谣言 都可以在上面去及时的发现跟及时的澄清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其实当他还在line群组里面的时候 他是有这样子一种好像 不要这个曝光啊的这样子一种感染力 但是当每一个正在传的这样子的谣言 他忽然之间有了他自己的一个网址 然后能够去进行实际讨论 当然也许有一些真的是真的 这个时候其实忽然之间 他就等于是放在阳光底下 就大家可以一眼就可以看到 目前正在流行的谣言是哪些 那这个东西本身就是资讯素养的一部分 因为这样子老师或者是我们家长 或怎么样就可以把这个当做教材 去跟小孩讨论说 你觉得为什么这个东西会传 这个东西的包装 为什么会让大家愿意这样子流传等等 那等这个东西摊在阳光底下 其实反而他那种好像只有在地下中 拼命传的这样一个东西 他说没有感染力 就好像你已经先有了心理上的抗体 那这样子的话先有过疫苗嘛 等于是已经先做了心理准备了 那当你看到就是你的这个朋友啊 小孩啊或什么 跑来跟你说这个是怎么样的时候 你就已经有一个心理准备 没有啊这个就是最近在流行的一个谣言而已 所以最后一分钟 AI再次会制造应用 我们台湾的发展方向其实刚才有跟大家分享过 一个是所谓的regulatory co-creation 就是我们的政策本身是跟大家一起做出来的 那这件事情当然是跟PRC的方向是相当不一样的 他们基本上是有一个很固定的 不管制造2025还是什么的那件事情 然后他去挑几个试点 那些试点就是专门做这件事情旁边的东西 不管成败了大概就是忽略掉 那在我们的这个做法里面 我们的是几乎是相反的 是说只要你愿意所谓open innovation 就是做出来这个结果 不管成败那资料愿意跟其他人分享 包含全世界分享 那我们这边就非常愿意 不管是提供场地 甚至提供一段让你可以违法的时间 那当然在这个时候每次法务部 我念一段业配就是说 但是你不可以实验蜘蛛恐怖分子 或者是实验洗钱吗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实验体验 跟实验自恐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这两个不能猜 那这两个之外的什么东西都可以实验 那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的沙盒跟日本或其他不太一样 就是说你在apply进经管会的 或者经济部的无人载具 或随便什么的时候 你能challenge的不只是他们主管的 你能challenge也包含所有其他部会的 你申请经管会沙盒的时候 你可以去challenge央行的法令 你申请经济部的时候 你可以去challenge交通部 或者是其他内政部等等的这个法令 所以就是说只要你有一个好的sandbox 这样一个主意 那你一次能够challenge的范围 这个辐射范围是史上最大的 那刚好我们目前国发会主委的法解释学 我们美宁主委就是说 法律没有说不能做的都能做 那以前如果有个案说不能做 那现在通案解释的 那个个案要就是非职 不能扩大给通案解释 如果甚至以前有通案说不能做 但是母法没有这个问字的话 那这个通案也要非职 所以这是第一次就是我们的KPI 前面有一个复职 就是国发会每两个礼拜都在检释说 大家到底非职了多少过时的函事 所以在现在这样子一个气候底下 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非常是很创新的这样一种 发解释学的这个气候 我会希望说大家把这些 能够跟民间一起去进行协作 能够跨不同的产业别 然后跨领域 甚至跨国去进行协作 然后需要一个很大的 就是公开试验的这样一个环境的题目 放在台湾做 因为台湾是非常flexible 那当然当你试到一个程度 你就会想要规模化 那规模化的时候 不管你是在澳洲大陆 美洲大陆 亚洲大陆 还是哪个大陆 那当然那是另外一个生意 但是至少它在创新的时候 尤其结合社会一起创新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台湾做这件事情 所以今天演讲就先到这边 谢谢大家